南韓總統文在寅23日召開疫情對策會議 宣布疫情預警調到最高等級 武漢肺炎在南韓持續延燒 截至24日上午 累計確診病例來到763起 死亡人數7人 確診病例中有400多例 和新天地大邱教會有關 大型宗教集會成為南韓最嚴重的感染隱由 在歐洲地區 意大利確診病例突破150例 死亡人數3人 意大利政府繼22日緊急封鎖 11個爆發疫情的城鎮後 23日在周邊地區祭出限於令 意大利足球甲級聯賽四場賽事遭到延期 威尼斯嘉年華最後兩天活動也被迫取消 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位於中東的伊朗 確診人數來到43例 死亡人數8例 是中國以外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鄰國伊拉克 土耳其 巴基斯坦 紛紛關閉接壤伊朗的邊界 阿富汗也禁止兩國之間的空中及路上交通 針對意大利和伊朗疫情升官 我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3日 已將旅遊疫情建議提升為第一級注意 赴當地旅客需遵守當地的一般預防措施 返國後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張宇社綜合報導